我們現在先準備要進行一段這個Python程式碼之間 不過我們採用的方式是採用古早的開發方式 什麼叫古早開發方式 就是說我們可能要使用一個純文字邊緣器 然後把我們程式碼寫進去 程式碼寫進去之後 我們再透過這個Python11器來去呼叫這一段程式碼 所以怎麼進行 基本上我們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先要有程式碼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然後第二步我們再來去使用我們的這個Python11器 那我們第一份文件 基本上這個程式碼的文件 根據不同的語言 它的副檔名會有所不同 如果說是細緣的話 它基本上它副檔名是點C 那如果是加碼的話 它基本上是點JAVA 如果是Python的話 基本上就是點Py 不同的程式碼 它所使用的這個副檔名 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 好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要怎麼去建立我們程式碼 那在我們實際上使用Vidualcode之前 我們先使用這個記事本 先來操作看看就是那種早期傳統的操作方式 好 第一個我們先開啟中端機 好 那我們就配合的進行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在中端機裡面輸入一個叫做Notepad 這是一個指令 它是一個指令 這指令是什麼 這個指令呢 它在Windows底下它會開啟我們的記事本 那記事本就是從開始這個工具列 不屬於程式裡面找記事本 對 同樣的意思啊 同樣的意思 不過我們這邊是直接透過指令去做開啟 然後接下來 我們在記事本裡面輸入我們第一段指令 第一段指令 那這個指令呢 它是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說我們用這個輸出的方法 我們之前有提過什麼是方法 方法就記得打括號 就是這個輸出就是print print的方法打括號 這個方法裡面放什麼東西 這個方法就是我們要把文字給印出來 把文字給輸出出來 那這文字呢 基本上要怎麼樣 放在我們的雙引號裡面去做進行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我就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那這邊就出現一個重點了 那我們檔案應該存在什麼地方 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在做案例的時候 我們會把檔案存在自己覺得合適的地方 這個地方本身就會一個大問號 我們後面再講 我們先把這件事情 先把程式碼先進去 我們先進到電腦畫面 第一個我們先開終端機 先開終端機 所以我們就怎麼開終端機 我們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直接從命令提示支援開始 我們就打命令 另外一個是直接透過滑鼠優件 直接開啟終端機 這是第二種方式 第三種方式是直接微軟件加 輸入CMD 輸入CMD 按下Enter 這三種方式 都可以幫你把終端機打開 只要能打開終端機 基本上你就可以去做 我們想要操作的這個指令 這多的我們都使用ESID 把它結束掉 ESID把它結束掉 好 來 第一個指令呢 叫做NOTEPAD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記事本 按下Enter 好 把記事本打開 那這個記事本呢 我們就輸入我們第一條程式碼 第一條程式碼 第一條程式碼 就是我們用輸出的方法 印出 Hello 好 那輸出呢 就是print prnt 方法是什麼 我剛剛提過 方法就是有括號 方法就是有括號 這個方法裡面呢 要做什麼 這方法裡面呢 我們要放文字 那文字不要忘記 文字一定要帶引號 一定要代言 因為它是很重要的 當然啦 你這個引號不要用作 不是這個引號 這個 這個也是引號沒有錯啦 不過這個是中文的引號 來 我用因素的引號 好 來 在這裡面我們就輸入 Hello he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第一行程式碼 這行程式碼 基本上你可以打在什麼地方 你也可以打在質疑器裡面 好 我們先試看看質疑器 等一下再回頭 執行看看這一段程式碼 來 我把這一段複製起來 把它複製起來 怎麼樣啟動質疑器 怎麼啟動 啟動 就打Python Python 當我們啟動質疑器之後 它通常會有兩種結構 我們之前提過 一種是有安裝Python的行空下 一種是沒有安裝開設的行空下 沒有安裝Python 它會自動幫你帶到微軟的生產 你就直接 一畫面指示 把Python給裝起來 你就可以 再回頭繼續操作 那如果說已經有安裝過Python 基本上你輸入Python這個指定 它開啟是什麼 你輸入NoPay 開NoPay 你輸入Python 你就是開Python 好 那這Python它開啟它是一個質疑下 在這地方如果說我們把剛才的內容貼進去 把它貼進去 當然你可以手動重新輸入一次 那按下Enter之後 它在質疑完之後的結果 這個質疑它基本上就是 當然是後面有先去很快速去做便利 再去做一些處理 處理完之後它吐出來的結果就是 哈囉 這是哈囉 這就是我們要求它運出來的東西 好 那我先離開 還記得離開怎麼做嗎 不是ESID 離開是一個方法 離開方法 記得代括號上去按下Enter 離開我們的Python 好 來 這個文件我們剛才輸入 這個文件到底有沒有存檔 有沒有存檔這件事情 我觀察一下它的祭司本 祭司本 先不管它是不是叫未命名 還是有命名 未命就是我們還沒有存檔 所以要未命名 如果說有命名的情況下 然後到底檔案有沒有儲存 我們就看有沒有打信號 如果你看到這個檔案名稱前面有信號的話 就是檔案還沒儲存 檔案還沒儲存 好那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按下檔案儲存 好快速鍵是Ctrl S 接下來就回到我們簡報上面的問題 檔案應該要存在哪裡 這個不同使用者習慣會不太一樣 這有D槽的存D槽 不知道D槽的就存C槽 那有些人他習慣存桌面 有些人習慣可能稍微好一點 他會開個資料夾 把它收納到正確的位置上面去 好 那到底怎麼存呢 我們就先不提 先不提 我們就先把它存在桌面上 先把存在桌面上去桌面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我們就輸入這個 hello 檔名 hello.py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雖然我們講說 py確實是Python的複打名 可是呢 因為他的存檔類型現在是文字 存檔類型 所以不管你怎麼打 這裡不管你怎麼打 他最後會變成hello.py.txt 為什麼 他複打名 他會把文字複打在後面 所以這裡有兩種解決方式 解決方式 第一種 直接用雙引號 重要的引號把它框起來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去做儲存的話 他基本上他會先忽視有關 這個複打名的部分 第二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就是 在儲存類型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所有檔案 改成所有檔案 這個時候呢 他就不會自動去把 TST把它帶進去 好了 總之我們先把它存起來 我們把它存起來 好 存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在什麼地方 你就可以在桌面上 因為我們要存在桌面上 我跟你講講說 其實還沒有講好 到底要存在什麼 那存在第一槽 還存在11槽 還存在下載區 還存在文件夾 還是要存在桌面 目前還沒有頭緒 目前還沒有頭緒 沒關係 我們先存在桌面上 好 把它關掉 好 來 所以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 如果在終端機裡面 應該要怎麼樣去進行操作 怎麼進行操作 來 我們回到我們講音看一下 進行第二波 我們像程式碼有了 程式碼有了 接下來 接下來 使用質疑器 導入我們程式碼 當你的作業系統 已經被有python質疑器的情況下 可以直接呼叫python指定 好 如果我們直接把python打進去 按下enter 打nopay叫nopay 打cnd叫cnd 你要叫python 基本上當然就是叫python 好 如果說我們要把程式碼 導進去的話 它基本上必須在python指定的後面 把程式碼檔案的完整路徑給放上去 在這裡 現在這裡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講 有關這個絕對路徑跟相對路徑的這些概念 所以我們就連用一個最簡單的來說 當然就是 這一個程式碼 它儲存在什麼地方 就是請大家把它的完整路徑打上去 存在低槽打地槽 存在西槽打西槽 存在桌面打桌面 存在下載區打下載區 好 那這個地方呢 你的python這個指令 跟你的完整路徑的中間 記得一定要用一個空白的符號 我們這裡中間有用一個紫色的 用一個空白符號來做為分隔符號 把這兩個東西分開 先有python 接下來有空白 再放上來 存在滿完整路徑 好 那實際上 完整路徑 它不一定是要完整路徑 它也可以是相對路徑 我剛剛提說 我們先不講這件事情 我們先回到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電腦上面 畫面上面看一下 來 我們這個命令體的資源 它現在的路徑在什麼地方 它現在在西槽的users 的users目錄底下 假設我們把它複製起來 我們用檔案中管看一下 它在什麼地方 好 來 檔案中管 我們把這個路徑貼上去 它就是在 本機 西槽的使用者 使用者底下 裡面有這些檔案 裡面有這些檔案 那我要怎麼樣去看到這些檔案呢 怎樣從這個中端去看到這些檔案 在這個命令體的資源 它的指令 基本上我們可以使用DIR 使用DIR 可以列舉出這些指令 如果你是使用什麼東西 你如果是使用這個抛秀的話 它的指令很有趣 它就非常像像尼尼斯 在尼尼斯裡面 你要把路徑給列出來 它使用的是LS這個指令 它就可以幫你把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東西 列舉出來 它實際上這個路徑 眼睛看到是中文 實際背後是英文 實際背後其實是英文 好 沒關係 來 所以 我們的這個Python 要去做執行的話 我們要知道它在桌面上 在桌面上 選擇桌面 然後Python 這個桌面到底在哪裡 桌面基本上 我們在對這個檔案 按滑鼠右鍵 選內容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位置是在西槽的User 這個桌面上面 然後它檔案是這個Python 所以如果你要去執行這支程式的話 執行這支程式的話 使用完整路徑就打Python 接下來了 記得加上空白 加上空白 然後把位置補上去 這位置補上去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 把檔案名稱補上去 完整路徑是長這樣子 來看一下 Python 空白 完整路徑 這個完整路徑就是C 帽號底下的User 使得User 使用者目錄影 下面的桌面 桌面的Hello 這看起來有點長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只要試看看 來 執行看看 好 當它執行下去之後 它有沒有確實的幫我 把Python裡面的內容 這個Print Hello World 把它印出來 確實是有 確實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案例 我們第一個案例 好 那在我們簡報裡面 其實還有提到一件事情 說 我們來試看看 如果輸入Python Python 直接打上檔案 直接打上檔案名稱 這個檔案名稱 好 按下 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跟你講說 Python很抱歉 它現在沒有辦法 去開啟這個檔案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現在目前目錄 C下面的User 是的User 就是這個 CUser下面的User 是 為什麼只有 Hello Python 它找不到 因為確實 在我們這個目錄底下 來 滑鼠右鍵 把它貼上去 剛剛是在這個使用者目錄裡面 這個目錄裡面 確實沒有這份文件 確實沒有這份文件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去輸入什麼 沒有辦法輸入Python 控牌Hello原因 好 那我們要怎麼去找到它 你必須要在正確的位置上面 怎麼樣走到正確的位置 如果說我們現在去前進到特定的目錄 通常是用CD 然後進到我們的桌面上 進到我們桌面上 因為我們剛剛說眼睛看到是中文 不過它實際上背景 它的背後是英文 進到這個路徑之後 我們就看到什麼東西 西草 使用者 使用者目錄的使用者 的桌面 桌面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DAR 再檢查一次 使用DAR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桌面上的東西列舉出來 我們現在桌面上有什麼 有一個Edge的超連結 這個應該是捷徑 這個是VidualCode的捷徑 還有一個HelloPy的檔案 我們看一下對不對 來這裡有一個HelloPy 這裡有一個Microsoft Edge的Link 這是一個捷徑 還有一個VidualCode的EdgeLink 沒有錯 在這個目錄裡面確實有這個檔案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如果去輸入Python 剛剛講說我要去執行Hello.py的話 行不行 這個時候還要找得到了 這個時候就找得到 好 所以這個Python 要能去執行Python的這份文件 Python程式碼 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說你的檔案路徑 必須是在一個正確的路徑上面 必須在一個路徑正確的上面 好 來 回到簡報看一下 所以呢 當我們輸入Python空白Hello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確定 你的這個Hello.py 是不是在正確的目錄裡面 如果現在的目錄裡面 並沒有這個檔案的話 當然還沒辦法執行 好 如果這個搞不清楚 他到底怎麼樣才可以正常執行的話 沒有關係 就是你必須要給他一個 你的程式碼的完整檔案路徑 你只要給他正確的路徑的話 他就一定可以執行 當然還有一個大前提 那天就是程式碼必須要對 好 就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如果我們要去執行程式碼 當然第一個 你要先有這個程式碼的答案 那接下來呢 才去使用你的質疑去看 好 可是你的質疑信要記得 他必須是一個正確的路徑 必須是一個正確的路徑 好 這個就是我們傳統古早的這個開發方式 好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繼續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